原本我以为切尔西已经很惨了 但是今天我才发现巴萨才是最难受的那一个 大家好,我是船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那场欧冠比赛 那么拜仁在之前是7比1大胜切尔西 然后呢,他们之前在小组赛里面也有7比2大胜热刺的表现 那么再往前推几年呢,阿斯纳则是受到拜仁迫害最深的球队 拜仁这支球队呢,经常在欧冠里面上演一些惨案啊,屠杀啊这样 阿斯纳当,在之前几年嘛,几乎是年年都要碰到拜仁 每一次碰到拜仁的时候都要被打个5比1 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过后呢 阿斯纳他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这个巴萨的威胁 因为在今天这场欧冠四分之一的决赛里面 拜仁慕尼黑以8比2的这种毫无人性的比分学习了巴萨 那么这场比赛呢,我在我的这个之前的一个赛前分析里面的这个视频 我有分析到巴萨现在呢,他唯一的战术就是梅西 整个球队都要以梅西为核心 然后以他为这个中心来进行舰队,进行战术的这个围绕 然后梅西发挥的好,这个球队就能踢的不错 梅西发挥的不好,这个球队就完蛋了 然后这个球队呢,这个两个大佬 前面是梅西,后面是皮克 两个人一商量,基本上就不需要主教练了 主教练基本上就是属于 他的这个作用是一个领队的作用 因为当一个主教练发现他的球队里面有一个 名气比自己大得多的巨星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指挥他,你只能去配合他 那巨星想怎么踢,你就要给他量身定做这么一个战术 那今天这场比赛 拜仁呢,是彻底的把巴萨的所有问题都踢出来了 那么首先一点就是 我之前说的,他们的战术太单一了 整个球队都围绕着梅西 梅西不在的时候,这个球队连一个plan B都没有 那么这个球队呢,如果他再这样下去的话 巴萨将会一年不如一年啊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球队 他们呢,我之前在说过 巴萨击败纳布勒斯只是因为 仅仅是因为纳布勒斯他们的这个球队呢 同样也具备了也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啊 巴萨呢,赢纳布勒斯也只是呃,侥幸的碰到纳布勒斯 碰到别的球队 他可能就不一定能够晋级到这个欧冠八强了 然后巴萨他没有活力的另外一个体现点就是呃,在比赛里面 我完全看不到布勒斯,他去这个去回追啊,去拼抢啊 现在的这个布勒斯啊,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那个布勒斯 已经不是那个布教授了,他这个年纪很大了嘛,对不对 同样呢,我也看不到这个比达尔去拼命的奔跑 拼命的去这个顽强的拼抢,他只能,我只能看到他在场上跌跌不休 最大的原因呢,还是我看不到皮克和朗格莱,我看不到他们回追 这个球过去的时候,我只能看到他们站在原地去观望啊 你可以看到拜仁的球员可以不断的从他们的这个身边啊穿梭 从他们的这个身边突破,你完全看不到呃,拜仁的后卫即时的出现在他们应该出现的地方 去进行拦截和围堵,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让我想起了2014年世界杯 德国7比1学习巴西的这场比赛,完完全全,太像了 巴塞罗纳从第三分钟开始就给人一种不想踢的这种感觉 整个球员就开始放弃了,整个球队你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积极向上的东西啊 那么踢成了这个样子,巴塞罗纳呢在赛后也第一时间啊,立马就把他们的这个主角链给解雇了 然后呢,这个皮克尔也出来说了啊,如果有新人过来的话,自己会立马让位 呃,梅西呢更是威胁,说如果球队下个赛季不换血的话,自己就要离开巴塞罗纳 嗯,不多不说呢,巴塞罗纳他们的这个整体年纪啊,实在是太大了 巴萨这套阵容,他的平均年龄已经是要达到了这个30岁 在整个这个欧冠里面,他们的这个平均年龄是最大的 然后这场比赛有好几个球啊,这个顶在前面的这个苏亚雷斯啊 他很多次你可以看他跑位已经非常吃力了,你从他这个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呃,包括他跑步的时候,最后这个冲刺的这个动作 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体能上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啊 虽然说这个苏亚雷斯呢,好在是他的意识和技术都还在 但是想让他和梅西在球队的这个攻防体系里面不停的这个回防 然后再往前冲,是非常不现实的 两个人,他们的这个体能都有很大的问题 呃,再一个巴萨的问题,我也说过了 他们的问题不是换主教练就能解决了啊 呃,他们和这个欧冠,他们目前面对的和欧冠 三连冠之后的这个黄马,是一样一样的 三连冠之后的黄马,呃,他们失去了C罗 然后同时失去了这个齐达内 整个球队呢,在之后的一个赛季里面处于一个非常震荡的时期 他们的成绩当然也不是很好啊 现在的巴萨甚至说还不如那个时候的黄马啊 就是假如说我把梅西踢掉的话 这个巴萨绝对是不如当年的那个黄马了 这个巴萨呢,现在是在走一个下坡路 那么巴萨络娜呢,他在跟黄马这么多年的较量里面 不断的失去自我 他们变得呢,这个球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 他们越来越背离他们最初的想法 我们想一想,拉马西亚有多少年没有产出优秀的清训队员了 现在的巴萨需要的不仅仅是买球员和换教练 而是需要找回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好了,那么今天对于巴萨的短评就说到这儿啊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留言 好,谢谢大家